可你也活不了了 看什么 我要起来我自己会起来 用不着你服我 你救了我们俩子是不假 只是你也没有做出什么让我们佩服的事情 我可不是救你 请自编 走 杨康 杨康 别动别动 让我们静静的躺一会儿 还是起来吧 要是让人看见了 要是让人给看见了 我们就告诉他说 这里躺着一对多情鬼 杨康 杨康 你跟以前真的不大一样了 开始 我还以为你真的变成坏人了 我就是变成坏人了 我也不许别人欺负你 咱们还是起来吧 旁边躺着个死人 怪难受的 你当我也死了不就行了吗 不休不舍 糟 怎么了 咱们得赶快把它埋了 要让人知道了 天下虽大 咱们也没有容身之地了 只好真的到地府去做多情鬼了 你又怎么了 你不知道 这个欧阳克的叔叔武功了得 全天下没有几个人能挡得住他 必须找一个地方 把他稳妥的埋起来 怕他什么 大不了咱们云走高飞 我得拜他为师 你拜他为师 你要干什么 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我叫杨康 不叫完颜康 我叫杨康 扔啊 扔啊 蓉儿 发生什么事 杨康捡了我的打狗棒 杨康 我们还是把它埋到外面吧 也好 他把我的打狗棒当个宝了 我一定要想办法给他拿回来 蓉儿 你说他这次会悔改吗 不知道 穆姐姐这么认为 你也这么认为的话 我当然希望他变好了 来 好香啊 为什么摆四副网坏呢 嗯 义父义母 咱们现在终于回到了你家村 你们的儿子杨康也在这儿 你们放心 他现在有出息了 张康杀了一个大恶人 把女儿从湖口里边救出来 还有 他现在姓杨 跟蜿蜒两个字 再也没有任何干系了 女儿还希望您二老保佑我们 好 饿坏了吧 来 快吃吧 尝尝好不好吃 好吃 但愿以后天天能吃到你做的菜 来 娘 多吃一点 那爹呢 等待会儿吃完了饭 我就找个地方投诉 明天一早过来找你 我们去把天娘合葬了 你待会儿还要找个地方投诉啊 外面这么大的风雨 你留下来陪我说一夜的话不好吗 不好 咱们还没成亲呢 这样做 你留下来陪我说一夜的话不好吗 终于是不好的 要成亲还不容易啊 你现在就留下来成亲好了 这是在牛家村 你爹娘都看着咱们呢 秦哥哥 他们又来了 杨康 不是我不依你 咱们能够在牛家村拜堂成亲 爹娘看见了 一定会很高兴的 只是我想 等杀了完颜红烈报了复仇 祭了父母的在天之灵 咱们再成亲 到时候 我什么都会依你的 念慈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十八年前的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爹娘都已经死了 难道是我的错吗 不管我以前做的事情是对是错 也不管我以后做的事情是对是错 都不是我的本意 我没有恶意啊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我只想走自己想走的路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不要逼我了好不好 你明明知道 你明明知道我想娶你 我喜欢你 不会管别人怎么说 别人要我怎么做 我都会娶你的 你明不明白啊 已经很晚了 你早些休息吧 明天一早我来找你 把爹娘合葬 我都会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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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念慈 我现在倒是觉得心里轻松许多 你不生我气了吗 嗯 怎么会呢 要是生气的话 早就不和你在一起了 念慈 我发誓 以后 我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 虽然这样的话 你跟我说过太多次了 不过 我还是愿意相信你 念慈 谁 怎么了 一个乞丐 鬼鬼祟祟不知干什么 别管他了 咱们现在去哪儿 好 我们先回野殿 万一有什么纰漏 就遗害无穷了 走 东方自在无拘束 心不贪荣 身不辱 师父 徒儿杨康拜见师父 拜见各位师叔 康儿 你怎么和穆姑娘在一起 回师父的话 自从上次跟师父分手以后 徒儿好容易才找到穆姑娘的 这次跟穆姑娘在一起 把父母的灵酒送回着牛家村安葬 近日打算跟穆姑娘 成亲 这么说是浪子回头了 那完颜红列那边呢 你是否也一刀两断了 徒儿自然不敢违背师父教导 你说的好听啊 上次你不辞而别 扬长而去 我就料定你有三分反骨啊 知徒莫如师啊 师兄 别着急 让他把话说完 徒儿如今真的是 老爷太太行政好 上课花子一分钱 老爷太太行政好 上课花子一分钱 你们两个花子看着我干嘛 休要造次 这两位是丐帮的前辈 听弟兄们说 有人在黎安城里见到了帮主的法杖 我们私下探访 幸喜在此得见 却不知帮主现下在何处乞讨 阅读之会 时日已甚紧迫 东路简长老已于七日前动身西去 弟子为寻访帮主的法杖 耽读了十日 天下立即就要赶路 尊驾如时下也要上道 就由弟子沿路服侍照应好了 师父 弟子身有要事 不能跟师父一起去了 弟子要先走了 好 本来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讲 既然你有事要办 那你就先去吧 那弟子先行告辞了 念慈 共一起走吧 秋道长 各位真人 告辞了 各位师叔恕罪 请 糟了 怎么了 荣儿 这两个糊涂的叫花子 看见打狗棒在杨坑的手上 居然把他当真帮主接走了 那这下丐帮岂不是要出乱子了 师兄 你教的徒弟可有出息了 能为丐帮做大使 连丐帮的长老都对他如此尊敬 谁知道他要去干什么事情 况且我的猎徒在中都 鬼是把王师弟害得不浅 秋师兄 这丐帮从来都是侠民远波 他要做的也是侠义之事 我看以前的陈年往事 再提也就无畏了 老都 你快累死了 你追不上我 追不上我 秋师兄 来呀追呀 好像是周师叔 他还活着 你看后面追他那两个人 好像是欧阳峰和黄药师啊 谭师弟 刘师弟 郝师弟 你们快去相助 务必追到周师叔 好 快去 秋师兄 我们四个人在这里闪对策 两位前辈 不敢不敢 尊驾如此声呼 实在是折杀小人了 我的朋友就在前面 你们不用跟着我了 尊驾尽管吩咐便是了 你们干嘛老盯着我这根竹棒看 小人唯恐这法杖有什么差池 帮主能将法杖依托 尊驾必定武艺高强 小人们自然是多虑了 那二位 西庭尊便 去回吧